老兄每日一早回答一下臭宝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问这个垂丝茉莉叶片向下卷曲还发映 怎么回事 其实像臭宝遇到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温度不够它舒展不开 有的话说老太一这个垂丝茉莉怎么怎么 你一定要盖它什么点呢 垂丝茉莉喜欢那种温润的气候 它光照呢不需要很强 就像现在我载的这种光照 晒着很温和就OK了 但是它还是需要阳光的 害怕的是强光暴晒和一种很长的制造 如果说日照很长又很强 也会导致晒伤 这个呢就是温度跟光照可能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 另外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 这位花友你可以把这种很老的叶子呢 随着这个劲往下一撇 它就能下来 适当的用一些肥料就会长得舒展一些了 如果说还是舒展不开 你就简直少留一点 明白了吗 该用肥料的也要用肥料的 也是劝营养舒展不开 因为你温度不够了 它营养吸收不上来了 它就长不开了 下个周末说 这个水培的富贵族为啥这样 你看着心烦的话 一揪它就下去了 一般都是虫子咬的 它从背面吃掉的 一撇就下来了 老叶子撇掉 水里面加点叶朗五号 类似于这种水培的生命树 就营养一样 懂这个事就行了 虫子咬的 下个周宝说 这个沙漠玫瑰啥问题 这个沙漠玫瑰是缺肥缺光的问题 你只要光照给足了 再来上一些肥料 它慢慢的就会好起来 好吧 下个周宝说 春蓝 轻微黑斑怎么治 你看这位花友 这个还是有点水大 就得一些个霉病了 光照也不是那么哇塞 没有做到好的那种控水 略干一点 它也可以延缓那些病菌的 一个生长和发育 所以说跟大家说 肝丝循玫 肝丝循玫其实蛮好的 好吗 该用杀菌药了 小黄二号 小黄二号 三角梅今天掉的花和叶 很多 叶子也发黄 怎么回事 温度是不是低了 你那边这位臭包 另外呢 如果说开花量很大的时候呢 尽量的别缺水 如果说你在开花量 一大的时候缺水了 它也会掉花和掉叶 给足光照 三角梅如果说光照给足了 能解决80%的问题 适当的来点肥料 也会好很多 有的话说 老花一你总是说 三角梅是厌肥之路 怎么理解 它三角梅开花 其实很小 它这个里面 那个白白的那一小点叫花 对零肥那些个 假肥的含量 不那么高 用点沸肥会更哇塞 光照给足会长得嗡嗡的 觉得不错 一些点赞观众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吃的 白了这么 嗨 嘿嘿 嘿嘿